字幕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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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光眼哪些人是會高危些 容易發生的呢? 其實在香港100個人裏面 有四個人也會有不同嚴重程度的青光眼 有些人輕些 有些人重些 有些人已經失明了 有些人看東西其實沒甚麼不妥 不過定期好像血壓高、糖尿病 看醫生 至於哪些人容易患上青光眼疾病 我們分開幾個方面 首先很重要的家族遺傳 如果你有個直系親屬 他已經有青光眼的話 下一代直系血源親屬有青光眼的機會 就會高五至六倍 所以那些人應該要及早點未有事的時候 早點看醫生 看看自己有遺傳 會不會有青光眼影響了 另外一些心近視的人 例如有600度以上近視的人 也會容易患上青光眼的眼疾 另外有些病人 例如他有糖尿病 三高、血壓高、膽固醇 睡眠窒息症 那些病人都會容易患上青光眼的 青光眼其實跟其他內科很多身體疾病一樣 例如血壓高、糖尿病 其實他不可以斷尾 這個病是一個慢性的疾病 當你發覺患上青光眼的時候 就不要說我偷次都沒甚麼事 滴了一、兩年藥水 那就不去看醫生了 這個病是一個慢性病 他可以很慢 或者可以很急 令到你看醫生的範圍 甚至你中間看醫生的視力 很嚴重地受到影響 所以青光眼雖然脫不了尾 但我們發覺很多病人 如果我們有個合適的治療 及早診斷 在早期的時候發現的話 很多病人是可以很穩定 很正常地生活的 所以青光眼雖然脫不了尾 但是不要灰心 如果患上青光眼的病人 其實跟著醫生的指示 你的視力很多時候都可以得以穩定 不會變差下去的